事實上是送信信 當時信票案發生的時候 我們所有人都這樣一次排開 就好 開開 鄉外在牽 做牽鬆湊舞 人家還有阿花 所以可以選九代 你要是說 差31萬票 差一隻叫我調戲 今天你媽英雄 要換青森 要換刀剪 要換貴賊 我今天去選佈 我2022年 我斬水兵 我要給你選九代 我要給你選總統 我們這樣的時候就變成了 我相信啦 剛才說不說啦 民進黨不會陰寸啦 民進黨這麼厚人 說我這個大家憲得要死 今天就盡量要把阿兵堵掉嘛 一開口就將炮口指向民進黨陳水扁不滿 從爆發洗錢弊案後 黨內同志極力和他切割 認為自己遭受到極大的委屈 不只批評民進黨炮火全開 接著又說自己對司法沒信心 今天的下場啊 讓我怎麼再相信司法能夠免功處理啊 壞的是這樣掛 阿兵是這樣扳人 一會兒批司法不公 一會兒又說國民黨蓄意打壓 訪談中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對於海外巨款哪來的又要做什麼用途 避重就輕 不說就是不說 一週內兩次在南台灣接受電台的專訪 在他堅困的時刻 從這裡尋求支持